HELLO 大家好,我是拔安奈順子 在日本他們有一個急車的很大的賽事 叫做八小時耐久賽 那他一個所寫就是八男 本名叫洪月順 那在工作上大家可能都叫順格 年紀比我大的可能就叫順子順 那就把這四個字黏在一起 我沒有辦法寫公公整整的文字 那我們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就是寫POP這個方式 那就用POP的方式把網路上有一些段子 笑話或是勵志鼓勵人家的文章 那我們用我們的POP的方式 然後加上插頭 然後在網路上就是 大家有感的就會轉發轉發 人生就喜歡畫人物的素描 人物的素描 那你把一個人 就活生生的人畫在我的插畫裡面 也會覺得太僵硬 所以其實我就會把人物稍微 Q版一下 Q版其實很簡單 頭我們畫像一點 那身體就畫小小的 就是我畫人物的德性就是 抓他們的表情 然後把他們Q版畫 然後他們適合的角色 就把它丟出來 我有畫過那個 馬來西亞的一個創作歌手 黃明志 其實黃明志也是一個 我其實覺得他也是一個 很 很 揮諧 很好 對我來說他也是很 幽默很好笑的人 對 他出來講 可能講那句話 我會覺得 常常都會有粉絲說 有聲音 就是那個文字 對他們來說是有聲音 因為他們已經 他們認識這個人 他們知道他們的生平是什麼 那我把那三個字丟上去的時候 他們那個人的字就 有聲音 對 他們常常跟我說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習 我還是比較偏向大家熟悉的人物 應該是很無趣吧 我自己沒有那麼好笑 我只是把 幽默的那些文字 用我的專長 呈現出來 我並不是文字背後的那個人 對我就想說 我們那時候有想到一座 大家看網路就好了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出書 對阿 我是想說這家出版社 也真的是 不怕賠錢 大家在網路上看一看就好了 你幹嘛一定要出的 其實 對我來說 呃 他也是屬於 一個 我的一個 出書也是一個 一成本 嗯 又是另外一個角色 變成 作家 嗯 那 對我來說 他 我出書 我最開心的就是 你家人 是 替我感到開心 嗯 因為 爸爸媽媽他們也有一些 親朋好友是 不使用網路的 嗯 那 你要讓他看到我的作品 嗯 是不是 你要有 一本書 對 對 而且還有一些 呃 小朋友 有些 我的朋友是賣給小朋友看 他的小朋友大概小學二三年級 他們也是不給他碰網路 嗯 嗯 這本來去看 而且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看我 我的 我的書 除了校以外 他們又學 寫字 學畫 嗯 無論 白